据环球网报道 俄军13日清晨向乌西部利沃夫州一路军学院发射多枚导弹 当地官员称 空袭造成35人死亡 134人受伤 大批外国武器被销毁 空袭过后 当地天空被熏得一片漆黑 俄国防部称 乌克兰方面在上述地点储存来自外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 为外国雇佣兵提供培训和作战训练 随后再把这些雇佣兵送到针对俄罗斯军人的战斗区域 俄国防部强调将继续打击抵达乌克兰的外国雇佣兵 这个军事训练中心成立于2007年 距离波兰边境只有数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有外国军官工作 北约文件称 这里为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军事教官提供培训 俄乌战争愈演愈烈 莫斯科时间14日18时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伊格尔·科纳申科夫少将 发布俄武装部队在乌特别军事行动最新简报 简报中称 自24日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俄武装部队共对3736个乌克兰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 共摧毁1234辆坦克和装甲车 452门火炮和迫击炮 122门多管火箭炮 17013辆特种军车 击落机毁100架飞机和139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13日 俄乌谈判俄罗斯代表团成员斯鲁斯基表示 在与乌克兰的台判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他期望这能转换为双方代表团的共同立场 并转换为将要签署的文件 他补充说 在会谈中签署的文件可以构成降低紧张程度的基础